这是在蓝展上买的那两颗风蓝 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富贵蓝 其中一颗的名签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见了 但我记得这两颗是不同的颜色 我查了一下资料 风蓝还比较皮适 虽然现在的温度稍显得有点低 但有点迫不及待了 就今天给它们换个盆吧 风蓝也是富生蓝 原产地是在中国等亚洲地区 据说在日韩还挺风靡 一般是叫它富贵蓝 栽种的方式也很讲究 我参考那些讲究的栽种方式 以及我自己的条件 想出了这么一个栽种方式 想做一个尝试 我找了两个小的红桃盆 中间做了一个支柱 材质是塑料的 有一定的硬度 所以可以作为支撑 在网子的底部加了几块小石头 算是给整个盆压压重 同时也利于排水 为了更加利于排水 盆底又加了不少桃粒 之所以使用桃盆 而且加了这么多桃粒 主要是考虑到日后如果比较干燥 我可以有一个比较省心的方式 给它补水 那两个桃盆基本上弄好了 我们现在把风蓝 从原来的盆里拆出来 我一边拆着盆 一边来解释一下 那两个桃盆 为什么要这么处理 首先选择桃盆 就是因为桃盆的透气 透水性都非常好 风蓝喜欢湿 但是不喜欢积水 所以桃盆里 我又加了很多桃粒 据说接下来这一年 悉尼的雨水还会比较多 也就是说湿度比较大的日子 还会比较多 所以我才决定尝试 勾出盆面的栽种方式 但是天气的事情很难讲 万一比较干燥怎么办呢 为了应对这个万一 桃盆里就加了这么多桃粒 万一真的比较干 这个桃盆 我是可以泡在水里 水又下方给上方提控 桃粒桃盆是无机物 不会腐烂 但用它来倒水还是不错的 整个植株几乎是在盆面之上 所以不用担心根会被泡到 也就是说我把整个桃盆泡在水里 对风蓝来说也不算是积水 这样如果遇到比较干旱 虽然我可以通过喷水来解决 但万一我没有时间呢 就可以很省心的通过泡桃盆来解决 风蓝在生长旺季对水的需求比较大 尤其是喜欢湿度比较大 这个湿度说的是空气湿度比较大 我本来打算把这个根塞在里面 但是看起来不太方便 所以干脆换一个思路吧 我把中间塞满水苔 然后让风蓝坐在上面 跟在外面也是一样的 这个水苔我塞的比较多比较紧 避免日后塌陷 反正风蓝的根也不在里面 对透气性的要求呢也就没有那么高 小心地把风蓝坐在这上面 根分在四周 外面需要再包裹一层水苔 不过我没有那种特别长的水苔 可以缠在外面 所以我又加了一层网子 方便我塞水苔 这网子稍微有点矮 所以下面我先塞上一层水苔之后 再加网 这样能稍微高一点 左右两片网子放好之后 我用余线把它们绑在一起 就形成了一个圆筒 这样我塞水苔的时候也不会掉下来 接下来的事情就需要很有耐心 一点一点把水苔塞满 如果能买到特别长的水苔 可以像缠毛线球那样 缠成一个球是最好的 但是我买不到那么长的 所以才想到加网子来固定 这样比较短的水苔也可以用 风兰的植株比较矮小 很适合用个漂亮盆做成盆景 但如果环境湿度比较小 像这种高出盆面的栽种方式 扬起来是有点困难的 因为这个方式干的太快了 这种高出盆面的方式 也不是说栽种风兰就一定要这么做 如果环境湿度经常性的偏干 完全可以像其他的腹肠栏那样 用植料盆栽 树皮缓量就很合适 如果是树皮缓量盆栽 可以使用缓氏肥 也可以使用液体肥 给水呢 健干健适 给肥 剥肥浸 如果是用水还包裹 高出盆面的这种栽种方式 给肥主要以液体肥为主 原因只是固体缓氏肥 不太容易放上去 风兰喜欢温暖湿润 通风良好的环境 湿度对它来讲还是比较重要的 尤其是这种高出盆面的栽种方式 如果是在盆里面的植料盆栽 湿度的要求还可以略微降低一些 因为它的根可以吸收到比较多的水 我查到它的室生温度范围有两个 一个说是15到30度 一个是说18到28度 显然后者更严格一些 但区别也不大 另外我还查到35度以上 5度以下生长不良 可能会出问题 在原生环境 它是附生在树枝上 所以感受到的主要是散射光 可能会有零星的直射光吧 透过树叶 所以给它的养护环境 也是需要遮光 我查到的一个遮光树是 夏季遮光60% 冬季遮光40% 不过我觉得这个树仅供参考吧 虽然我们用的是同一个太阳 但毕竟各地接受到的日光 可能还真是不太一样 看它的资料 珍珠眼比例特别高 我感觉能超过一半 蜘蛛不大 但根挺好 虽然这颗的个头比刚才那个小 但我感觉这个年龄可能比刚才那大 因为这个已经有两组颜 感觉这颗的根可以放在网子里面 我之所以想把根放进网子里面 主要是觉得这样比较稳一些 目前这两颗是在室内 之后我是准备把它们养在户外 据说它们更喜欢有风的环境 所以被叫做风蓝 所以我打算把它们养在户外 但是有风也有一个问题 如果不稳的话 很有可能一阵风就给吹下来了 所以现在换盆也挺好 暂时养在室内 让它们涨一涨 等它们自己把自己固定住之后 再拿出去 安全许多 这颗小的估计还行 因为根这么塞一塞 估计就没那么容易被风吹掉了吧 因为根都在里面呢 这颗中间我就不塞水苔了 放珍珠盐 它原来的那些珍珠盐个儿挺大 还挺好的 所以就把它原来的珍珠盐 减一些放在网子里面 珍珠盐的吸水性与水苔不相上下 但是透气性要比水苔好很多 而且珍珠盐还是无稽物 本身不会腐烂 所以根在里面呢 我就觉得加点珍珠盐 可能比水苔更好一些 不过外层还是要保水苔 珍珠盐是颗粒状的嘛 我是没想出什么办法 可以把它们高高的堆在外面 水苔也还是一点一点慢慢往里塞 直到把整个网子盖住 盆上面包成一个水苔球 操作很简单 过程很漫长 略去不飙 最后还找到几根长水苔 稍微缠一缠 最终出来的成品就这样 如果养的还行 外面湿度也可以 未来根会从这里面穿出来 风蓝的气根很发达 除了看叶看花还可以看根 当然前提是得养的够好 这种栽种方式呢 我也就是做个尝试 看看我这边的环境 以及我的时间 我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养 如果不行就得回归正常的盆栽 前面有说过 淘盆淘利是为了应对干燥 如果特别干 就让淘盆至少一半泡在水里 如果还不算太干 也可以下方存水 不接触淘盆 只接受水汽 具体要怎么做日后掩护当中 根据情况调整 最后说一下它的繁殖方式 我们在家里能做的是分株繁殖 不过我这才这么小 分株繁殖还不知道是多久以后的事 好 今天的风蓝就先讲到这 谢谢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